买房子最好买在仲介店附近 因为仲介店 它不会远离房市的战场 没错 我们买房子绝对要买在有仲介的地方 仲介店月密集的地方 那边的房价也会跌跌跌跌跌上去 你买房子的地方是在看不到仲介 或是仲介在三公里外 或是你那个乡镇没有仲介 我跟你说那边的房子很难被跌高 所以为什么台中市中港路 现在叫做台湾大道 台湾大道上的仲介可能100家店 可是你讲中清路跟中港路就有差 中清路的仲介店密集 可能会少一些可能80家 那你再找一个 比如说大雅大道 往海边去往乌七去往乌日去那边 那边仲介店可能就30家 那还有什么地方没仲介 很有可能很多乡镇是没有仲介店的 那为什么仲介不开店到那些 乡镇区 中介没事干嘛要去平衡乘乡差距 中介没有平衡乘乡差距的义务 中介要去找买方很多的 要去找屋主很多的 所以中介越多的地方 通常那边的房价会很有支撑 我讲支撑 因为我们房价从疫情到现在是三年 已经狂涨一倍了 热门的地方已经涨一倍 但是你会跟我说 那台北并没有涨一倍 台北涨多了 它会拉台一些比较好拉的 就讲股票好了 你大型股能够在同样的景气下拉一倍吗 但是小型股 只要有一支马斯克的基金进来 就直接把它翻两倍一倍 所以相同的资金去拉小型股 拉的高 相同资金去拉台积电拉的 有10% 20% 不错了 以房地市场也是一样 为什么台北市这一次 这三年疫情来 它没有办法拉上一倍 但是以竹北来讲 竹北它直接从20万 25万拉到50万 对不对 预售物从30拉到70 因为它才10万人口 才20万人口的小城市 就可以同一套资金把它整个拉上来 因为它是小型股 然后竹北市门牌的仲介店超多 琼林可能只有一家 两家仲介 新浦两家 我是说有品牌 比如说太平洋 有潮市台庆永庆这种品牌仲介店 湖口新丰 它可能比较密集一点点 可能有两家三家四家 但是你只要进到竹北市里面 一条马路可以有永庆台庆 有潮市永逸房屋 还有其他品牌的 对不对 一条马路可以干掉其他新竹县 其他乡镇 其他乡镇加起来十间品牌店 可是一条竹北市最热闹的 光明六路或是文新路 它就十家中介店开在那边 那边的房价就是五十六十七十 所以讲回结论就是 你要买房子 现在要期待大涨 涨一倍不容易 对不对 但是你要如何再有限的资金 因为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资金 我买在哪里能够保值又有增值又有想象空间的 你就买楼下有仲介店那一栋大楼 或是买旁边左右两边可能有三五家仲介店 你买那一个商圈 我想就没问题 台中市文新路仲介店有多少 很多啊 所以竹北跟台中你就找文新路买 第一个看门牌 这是地段嘛 仲介就是看地段在开店的 所以为什么旁边已经有永庆了 为什么这又开一个有潮 然后那边又开一个台庆 没有因为大家都要抢这一栋大楼的生意啊 大概是这样子 开仲介店要选人多的地方 选地段 选人潮 选人多的地方 人跌人人上人 价钱房价才会更高啊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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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